新闻11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郭代轩 欢迎来到每周一到周五早上 11点07分到12点的新闻11的现场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 我们中广线上听的app 以及我们中广的这个 可以在这个线上 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中广新闻报 旁边就会有非常多的新闻 可以让大家一块 一边在阅读新闻的时候 一边可以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那在YouTube频道上头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 在录音间当中 现场的一个实况 手忙脚亮 今天上节目之前 还有一点快要来不及 刚刚有一个很好心的 计程车阿伯 再来之后 我发现我身上只剩下一百多块 赶快在我们 中广一楼的提款期 真的是千钧一法的时刻 那这个感觉外面好像 有点在飘小雨了 那大家如果现在 还有要出门的时候 就记得要期待雨具 就是可以小心不要淋雨了 照亮也不太好 现在的天气也比较凉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 有非常多的精彩内容 等一下在11点30分的时候 我们也要来跟现场 来访问一下我们专业的 这个医疗专业的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如果你有排便不顺畅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肠道 这个蠕动 可能你希望 这个让你的生活 比较健康一点的 那怎么样 来这个透过 比如说摄取相关的一些食物 或者是一些 好的一些营养的食品 可以让你自己的排便更顺畅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 请我们专业的教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11点40分 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做 现场的call in 好 那么今天 2019年11月 今天是9月 9月18号 2019年9月18号 今天是 在中国大陆 这个是918事变 那今天 也是我们之前 有播过的歌曲 安心雅的生日 那其实呢 918 我们昨天的 那个917 是这个什么 意大利菜节 那今天918呢 是这个日本冲绳岛的 岛岩夜日 为什么叫岛岩夜呢 岛就是那个岛 岛语的岛 岩夜是那个 岩语的岩 叶子的叶 岩夜呢 在日文当中是 kodoba的意思 那岛岩夜呢 叫做 しま kodoba 在这个冲绳语当中的汉字 就叫做岛岩夜 意思就是呢 家乡的话 台湾呢 很重视这个 乡土教育 大家可能学客家话 学闽南语 学这个 各式的 这个方言 甚至呢 是原住民语言 那他们呢 在这个冲绳县呢 日本冲绳县 就有所谓的 岛岩夜日 しま kodoba 这一个呢 しま kodoba 其实在这个冲绳语当中 其实就是 ku就是九的意思 那这个 do do呢 就是 其实在日文当中 to就是十 那ba就是 ba的意思 那九十八 刚好耶 今天是九月十八号 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 岛岩夜日呢 定为九月十八号 那就是鼓励当地人 可以说流球语 来设计的一个 设置的一个 纪念日 那是在2006年开始呢 就已经有通过了 好 那么讲到这个 这个乡土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的 五间抢先报呢 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到底呢 我们这个乡民啊 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呢 最近呢 这个关注 今天关注的 这个最重要的新闻 是什么呢 好 那其实呢 今天我早上的时候 在脸书上面 就跟朋友在聊天 他就聊天说 这个最近这个新闻标题 是有看 没有懂啊 那这个新闻的内容 其实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 这个下礼拜三 要对发票了嘛 9月25号要对发票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对到了四奖四千块 你不要急着呢 马上就去这个 去这个 银行去换钱 因为呢 如果呢 在十二月的时候 再去换的时候 我们包含了像是同意发票 跟公益彩券的这个奖金 它的免税门槛 从两千块 已经拉高到五千块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同意发票 中了四奖四千块呢 你就可以直接呢 领好领满 领了四千块 不用扣八百块的税金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下面呢 哇 像其实我们一整年 如果是中奖的这个幸运额 大概有16.7万人 那它的影响的税收 大概是1.3亿元左右 那已经经过这个两个月的 一个预告修正的规定 那十二月呢 就刚好可以使用 不管你是买这个公益彩券啊 或者是同意发票啊 如果呢 你是中了这个 这个门槛是五千块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中四奖四千块的 你就可以真的领到四千块 还不错 那 其实财政部就有统计啦 95%以上的这个 同意发票的中奖人 其实都是五奖跟六奖 那四奖的这个中奖 几率比较低一点 所以大概只有十万分 十万分之三 大概一年中奖人就是16.7万 那未来呢 在四奖 五奖 六奖 通通都是免税的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希望 等一下下礼拜三 我呢 对这个发票的时候 这个手气好一点 不过讲到说这个啊 这个免税 大家都很开心啊 但是呢 你知道吗 这个台北捷运呢 诶 它的八折优惠 可能要调整哦 呃 台北捷运公司呢 跟台北市政府最近呢 就在演你了 它说要取消现有的电子票证 八折的一个优惠 外界都很关注哦 那昨天早上的市议会工作报告 就已经指出了 诶 他们现在在演绎这个票价调整 希望呢 这个未来的优惠都是针对使用次数比较多的民众 哦 类似这种忠诚回馈的概念哦 但是呢 就有市议员就质疑了 你这个北捷根本就是要取消八折的优惠嘛 那北捷呢 哎 敢敢言你不敢说清楚讲明白 他说 只是说这个强调说 年底之前会完整 呃 完成这个调整的方案 然后会送北市府来做核定 那你知道台北捷运呢 每天其实有超过两百万人次来搭乘哦 那单程的最低票价呢 是二十块 民众呢 如果拿悠游卡或是电子票证都可以打八折 单程票价大概只要十六块 不过通车到现在呢 二十三年了哦 这个运输票物的本业继续亏损 啊 你亏钱 然后呢 就开始了 想着说这个取消优惠 看是不是可以呢 少亏一点哦 那他每年呢 现在近来每年是本业亏损是超过了十亿元 都靠业外的收入来弥补 那所以呢 这个北捷总经理盐邦杰啊 昨天在议会的交通委员会工作报告呢 就说 哎 这个亏损亏大了 那希望呢 检讨过去这个八折优惠来减轻呢 本业的亏损的负担 那未来就是朝向给忠诚度比较高的旅客 比如说呢 搭一百次的 跟搭一次的旅客呢 应该不要给他们相同的优惠 应该是呢 搭乘次数越多 跟消费金额越高的旅客 可以享有更多的优惠折扣 那现行的1280的月票方案 也会一块检讨跟调整 其实我觉得那个月票方案也蛮不错的 有些人如果你搭乘的这个次数比较多 或者是你住比较远的 你住淡水啦 住新店啦 住新北投啊 如果你要到台北工作的话 有买这个月票 其实呢 真的可以省不少钱 不过呢 这个要取消八折优惠 还是要跟大家呢 好好来沟通 不然呢 这个民众搭车的成本呢 会提高 那像是这个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这个搭乘这个捷运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鼓励大家搭乘这个交通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嘛 那如果没有这个优惠的话 其实会不会也是影响大家可能 这个搭乘的意愿呢 那也不一定 好 那其实呢 这个在国外的这个人的眼中 台湾是怎么样呢 大家可能觉得说 像我们去东京啊 去日本玩 我们觉得他们的这个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非常的好 非常的先进 但是呢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搭乘上来讲 感觉这个路线过于复杂 如果是这个外国观光客去 可能会觉得 哇 这个可能会迷路啦 那你知道吗 在外国人眼中的台湾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最近有这个网络论坛啊 Mobile01 在这个网络论坛当中 有一个网友就发文了 他说呢 这个越南的朋友 来自越南的朋友跟他说 他因为有时候有这个工作需求到台湾 看到这个工厂跟住家 都是破破旧旧跟丑丑的 但是呢 在越南的胡志明市呢 家家户户都会盖自己的法式房屋 看起来是美轮美奂啦 甚至料话说呢 这个越南很快就要超越台湾 打败韩国 成为亚洲第一富裕的先进国家 哇 这个自信的言论一出 就真的引发了这个 你懂了 我们这个辣台派啊 护台派 这个都都出来了 两派的网友开始开战 原po的这个越南朋友呢 因为经商需求 就是来往这个台湾跟越南两地 那他有去这个桃园跟彰化 这个桃园跟彰化的这个名代们要注意了 那根据他的这个观察 他说不管是这个民宅 或是工业厂房都很老旧 而且都是铁皮建筑 那可能柯P就会讲说 这叫做中华民国的美感啦 但是呢 胡志明市是美美的法式建筑 跟铁皮屋真的是好像呢 有一点点差距哦 不过呢 这个越南朋友还说呢 他们现在真的要超台 感寒 成为亚洲第一富裕 还说台湾只是比较有钱而已 看得出呢 这个越南朋友真的是好像 蛮不以为难的哦 那这个越南朋友呢 一席话就引发了很多的台湾的网友 有人有共鸣 有人是反对啦 因为呢 有人说这个越南的机场啊 直接呢 就是打脸我们鬼岛的桃园机场 他说呢 台湾进步已经停滞很久了 那么越南的很多的年轻人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比的哦 那只指说这个景气的循环呢 跟人口的成长有高度的相关 不过也有一派的网友 也分享了自身的经历哦 他们呢 在这个高铁上面呢 哎遇到越南人哦 一路上是大声交谈啊 这个跟这个大陆的大妈 可能有得比哦 那感叹说这个越南啊 就算再有钱 还有一段路要走啦 那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甚至有一些网友待过胡志明市 也就是感叹说 其实呢 虽然胡志明市比越南 其他的城市进步很多 但是呢 马路依然坑坑洞洞 学学我们高雄这个洞吧 补起来好吧 那大概是二三十年前 台湾的水准 而且你知道吗 我这个看到我也觉得有点差点 他说当地的学生哦 会呢 因为违规被警察拦下来讨红包 呃 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连 那个警察连接度应该是 呃 有提升蛮多的啦 那这一连串的畸变哦 其实有人就喊话说 哎 不要贬低自己的国家啦 那认为呢 这个越南 就算再进步也只有淡黄区比较好哦 但是呢 如果你是这个出了胡志明哦 真的是叫天天不灵 好的 那在这一个台湾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哦 那最近呢 哎呦 逛夜市哦 哎 这个有这个补助哦 有两百块的夜市券哦 夜市券呢 唯一没有办法使用的县市 大家知道是哪里吗 是屏东 哎 不过呢 我们的韩总啊 我们韩市长呢 哎 将首度呢 辉均屏东哦 哦 屏东呢 也是这个苏政昌 苏院长的顾乡 也是小英的顾乡嘛 啊 那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呢 在这个礼拜六 二十一号呢 就要前往屏东了 那现在目前知道的行程呢 包含了像是前往万软乡的万金圣母殿 竹田乡的天使花园 东港镇的福湾庄园等地哦 这都是呢 呃 这个韩国瑜自宣布参选以来呢 要首度横跨高平溪啊 那再加上呢 这个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已经宣布不登记联署参选总统了 那屏东地区的韩粉跟韩家军 真的是哇 士气大正啊 开始呢 号召要契机车队呢 要开始爱相随了 那当然呢 这个郭台铭宣布不登记联署参选 另外一位呢 登记参选的恐怕呢 让大家呢 呃 可能觉得他会不会就是呢 民进党的郭台铭呢 就是呃 副总统 前副总统吕秀莲啊 好 那独派的团体 喜乐岛联盟哦 召开记者会了 就已经推派了 要前副总统吕秀莲呢 出来哦 跟这个前呃 呃 呃 南投县长彭白显搭档参选哦 呃 南投呢 其实呃 讲到这个南投啊 呃 你们知道吗 今年啊 可是 921 呃 急急大地震的20周年了 那刚好这个彭白显呢 呃 是呃 前南投县长 哇 这个其实也是蛮搭上一个一个议题啊 20年过去了 到底我们921的这个灾后 呃 我们现在现场比如说在急急的现场呢 呃 是不是已经呃 恢复以往了这个非常呃 美好的一些呃 面貌呢 或者是呢 这个原本在南投相关的一些呃 观光是不是呢 也有提振起来 这都呃 很值得大家呢 来关注哦 那 吕秀莲要出来选了 那大家就想说 呃 这个跟郭台铭当初出来 呃 要出来选哦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危机意识非常大 那 民进党到底紧不紧张啊 呃 那其实呢 呃 包含的是这个呃 前总统 陈水扁哦 他过去呢 呃 吕秀莲的搭档哦 呃 就在昨天晚上发脸书咯 他说呢 对国民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不满意的人啊 终于呢 你们有一个出口啦 哎 有一个可以投票的对象 因为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插一秒钟就可以参选总统 那个是台北市场柯文哲 哎 我真的觉得这一则新闻非常的废啊 怎么会插一秒钟选总统呢 那我插一秒钟 呃 搭不搭不上计程车或是插一秒钟搭不上这个台北捷运的这个车厢 哎 也拿来当新闻好了 那到底要不要选呢 哎 这个柯文哲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呢 呂秀莲 哇 这个宣布参选呢 是 呃 在这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刚好呢 郭台铭不选了 那呂秀莲呢 发声明说要选 那甚至呢 也是去这个中选会 哦 去这个登记哦 好 那呃 刚刚讲到的这个陈前总统呢 他就提到了一个例子 他说呢 哎 这个呂秀莲当选不了 但是可以让蔡英文落选 哦 嗯 大概要怎么选择呢 哦 那其实他在讲到这个200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退党参选的许姓良 也扬言说要拉下陈前总统啊 哎 结果呢 是一场空 哎 那到底这个陈前总统这一番话 我觉得前后好像有点矛盾啊 啊 他前面说呢 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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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呢 可以拉下啊 呃 蔡总统 但是2000年的时候呢 许姓良要拉下陈前总统 哎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成功啊 那我就不懂了 那陈前总统就发脸书是说啦 呃 20年前的921凌晨一点多 哦 百年 哦 这个大震啊 哦 积极大地震呢 震垮了台湾大地 哎 9月16号呢 深夜11点呢 呃 左右 哦 这个两颗震坛原子弹 先后呢 在这个台北天空爆开啊 那让2020的总统选情呢 起了新的化学变化 那现在 先是这个蓝银大分裂啊 绿银小分歧 那现在蓝银整合成功了哦 那绿银呢 哎 这个分裂啊 现在陆史谁手 实在呢 是很难推断啊 那 陈水扁说呢 哎 在 呃 传出这个前副总统吕秀年 被 呃 喜乐岛联盟推荐之后呢 哦 他的儿子其实已经先出来 叫他悬崖任嘛 这个父子是 呃 感觉好像也这个 也有点不同调啊 是不是啊 那当然呢 刚之前这个 呃 陈天总统也说他这个 呃 如果要把他抓回去关的话 他就要选总统哦 但他也没去登记啦 哎 好 那 陈水扁就是透露啦 他说9月14号晚上10点半啊 柯文哲夫妇呢 忙完一整天在高雄时的行程之后 其实有跟他常谈 那柯文哲其实对 呃 郭台银的信心本来是充满信心的哦 的 他的选情 那他说他一定会当选 但是阿扁呢 觉得呃 郭台银不一定会当选 最后可能会被弃保 但是呢 呃 这个9月10号早上10点半 吕秀莲也来啦 他来问呢 阿扁说对他参选总统的一个看法 那阿扁呢 哇 这句话真的是 呃 有时候呢 讲实话可以还是婉转一点啦 毕竟呢 呃 对于有一点年纪的女性来讲呢 这个年龄呢 其实不要乱去跟人家戳啦 啊 他说呢 呃 他告诉吕秀莲说 天年已经过去了 他说呢 去年其实是 吕秀莲宣布参选总统的好时机 但是呢 他为了宣传和平中立 只想要参选台北市长 但是呢 阿扁说呢 如果要推广这个和平中立啊 呃 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 应该选市长不如选总统才对哦 那所以呢 阿扁就认为他的这个决定太慢了 那他也不表赞同 那吕秀莲也说呢 不会当选 但是连数总统候选的45天 也是可以谈和平中立 媒体呢 也会重视报导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呢 好 那陈雪扁呢 就透露说呢 这个8月14号的下午4点 哇 这个洋洋沙沙 哇 很多人都去见阿扁耶 阿扁现在呢 诶这个意思真的超清楚的 跟大家那个见面哦 对答如流啊 这个可以说是呢 这是志多兴吗 那他这跟这个喜乐岛联盟的实质领导人 或者是说这个地下主席啊 郭贝宏董事长啊 就到他家中啦 说他呢 是党2020大选的总干事兼操盘手 那他说呢 他们要推这个总统候选人 虽然是不会当选 但是呢 是可以拉下蔡英文 那为他们的党呢 来争取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 那透过联署过程呢 也可以收集呢 诶 支持者对于选举民班呢 来好拉票啦 那陈水扁呢 诶 说诶 这个真的是国民两党呢 对蓝绿都不重视的人呢 终于呢 诶 对蓝绿都觉得不看好的人呢 终于有一个出口啦 可以去投票了 那到底呢 是不是呢 让这个吕秀莲 虽然他当选不了 可以呢 下架蔡英文呢 我们等一下稍后呢 在11点40分开放call in的时候呢 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呢 吕秀莲参选 跟郭台铭退选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2020的总统大选呢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等一下呢 休息一下 回来11点30分呢 我们呢 也要跟大家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身体健康啊 你早上呢 是不是呢 诶 觉得这个排便不顺畅啊 诶 或者是觉得这个身体 这个缺乏一些好菌呢 让你的这个身体更健康呢 我们来邀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呢 诶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到底呢 有什么样的好的一个食品 或者好的一个菌种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我们休息一下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均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尽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力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势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三十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哈喽 欢迎回到新闻11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郭戴宣 今天非常特别 我们在直播的现场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YouTube频道 现在目前我旁边坐的一位 非常的专业的一个瑞人士 他也是发明家 发现家 他在这个益生菌的临床研究上面 也非常有成就 大家今天排便顺畅吗 根据这个国民健康署的统计 现在大概每五分钟就会有一个人得到癌症 而大肠跟直肠癌 更是连续11年蝉联发生率 是第一名 那也可以说是台湾的新果病 我们今天就特别的邀请到 我们中国医药大学 CMU995益生菌的发明人 林文心教授 来现场跟我们一块来分享 因为有一些好的菌种 对于我们的肠道 其实是会产生一些变化 跟产生一些有效的一些改善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赶快来问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这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林文心教授 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健我们的肠道 那有没有什么样相关的一些方法 或是我们摄取什么样的一些菌种 可以让我们的肠道更健康 是 首先 这个我们的肠道是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我们国人都会忽视 可是我们 你今天吃饭 你为什么能够存活 是因为肠道吸收了你吃进来的营养素 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营养素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食物里面也有很多的坏菌 是 所以我们 有可能你抽烟 喝酒 或是吃了很多鱼肉 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肠道变不好 所以我们肠道真的很重要 万病之源在肠道 我在这里先说 万病之源真的在肠道 这是我研究最后的结论 很多疾病 那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肠道 其实不外乎是 我们平常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 多喝水 然后呢 适当的做肠道的运动 比如说扭扭屁股 腰部动一动 那如果在更进阶的 如果你想要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 他这些都做了 他为什么肚子还是常常脏气 脏气 或者是过敏 腹泻 便秘 这些他都做了 那就是你的肠相不好 肠道菌相 那肠道菌相不好 最快的方法 当然是直接投与高剂量的益生菌 这个真的是最快的 所以益生菌在临床上 其实它是肠胃药 所以乳酸菌 乳酸菌是药品 它也是一个食品 所以呢 像我们做 我们就把它量产到很高的一个剂量 那当然前提是 我们还筛选 就是高浓度的这个 高浓度的这个菌种 放到这个肠胃里面 可以有助于改善这个肠道里面的这个环境 对 就直接派大军 大军压境 对 大军压境 这是最快的 这是临床 在介入治疗的时候 是最快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 大军也有乌合之重 那你要的一个部队 是精英部队 陆战队的 还是要那种 那个欧罗莫罩的那种 对 当然是要这个优质的大军 所以这时候我们 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就是 在实验室就是不断的去筛选 优质的益生菌 像我们就筛选到很多 各个领域 各个治疗功能 或者是预防我们疾病很强的菌种 比如说我们筛选到一个 整常力很强的菌种 叫CMU995 就中国医院大学 中国医院大学的代号 叫CMU 救救我 但是真的救我 这个是故事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聊 那像这个 就是它可以抗感染 抗肠道感染 所以很多朋友 如果说 它常常脏气 腹泻 便秘 其实就很适合 是CMU995 对 不过今天这个教授来现场 也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些 比较专业的 因为像是我们一般的 老百姓 一般的民众 我们不太知道说 比如说 我要怎么判断说 我现在目前我的肠道里面 到底是好菌多 还是坏菌多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征兆 这个确实是民众 不容易判断 那在我们实验室 我们当然可以筛选 拿病人的分辨 我们直接做菌种的筛选 直接用分辨 这不是菌种筛选 直接去做菌种的检验 检验 看它的致病菌有多少 好菌有多少 就它有个比例就对了 我们实验室当然可以检验 可是民众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嘛 那我会比较建议民众的时候 就是上完大号的时候 去检查自己的 看一下自己的分辨 有没有颜色 有没有偏黄 如果你偏黑都是不正常 排除食物 比如说你今天吃了米血 那当然会黑 或者吃了火龙果会变红 那所以是看分辨的颜色 如果正常的东西 你现在应该要偏金黄色 金黄色 那软硬适中 那如果你的是比较偏软 也没有关系 那偏硬比较不好 硬就是要便秘的意思 硬就会比较黑 那还有就是纹味道 如果很臭的话 通常都是坏菌产生的 甚至好像 酸菌是酸酸的味道 也可以让大家去 比如说看一看 你的这个排便的这个次数 其实也是 对 就排便的次数 谢谢主持人 排便的次数就是说 正常我们一天都 一次到两次是最好的 你可以早上一次 睡前一次 这是最棒的 那如果是你有超过 三天以上才排便 其实这个都是属于 有点便秘的现象 那其实就是说 像这个排便 因为大家都觉得 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尝到排便顺畅的话 其实有时候 把这个素便排出去 把这些毒素排出去 其实对于比如说 你的皮肤 或是什么 就是身体健康 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也会想了解说 那刚刚这个教授跟我们讲说 这个要用这个优质的这个菌种 大菌 然后来压进 在你的肠道当中 是让形成一个健康的肠道 那自己教授 你自己每天有摄取 像比如说这个 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 有有有 我一定会摄取 我 因为我自己 以前身体状况很不好 我在念书的时候 身体状况很不好 但是我念到博士 就是说 我们后来自己 当了教授之后 我自己量产一些菌 自己在吃的时候 我的身体真的变得很好 你说 像我是 我是很严重的过敏儿 对 以前我才50公斤而已 我大概167公分嘛 50公斤很瘦 是 所以像我现在 身体的 体重也都很良好 所以 因为它可以强化我的 龙毛膜的吸收 龙毛膜 会让我的吸收力更好 那 再来就是说 像我过敏体质的 我们也有筛选到那个 调解过敏体质的菌种 可以这样子 对 所以 其实我们过敏 其实是源自于肠道 当然遗传密码 我们的基因是 遗传是第一部分 那再来 其实是跟肠道 有很大的相关性 所以呢 不论是国外 还是国内 包括我们 做出来研究显示说 如果我让肠道的菌种 变得比较干净的话 然后再用 可以调节过敏体质的菌种 下去调节的话 那 那这个就会 它就会很快的去调节 我们的T细胞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 那个T细胞 让我们的过敏体质 变得比较平衡 就是比较不会过敏 对 那还有这个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 蛮多就是婆婆妈妈 那还有一些就是 平常他可能也有在吃这个 比如说益生菌 或是他有在吃一些 其他的药物 那大家都会想说 益生菌是菌嘛 那我们如果 平常有吃一些 比如说抗生素 那会不会影响说 比如说我们 这个抗生素 反而把这个 好菌都杀掉了 会会会 我们该怎么吃 因为一般现在在临床上 如果 听众朋友感染的话 医生通常都是 现在都投广效型的抗生素 就是 广效型就是 他好菌坏菌会通杀 通杀 所以呢 其实在益生菌的 研究领域里面 如果服用抗生素期间 很适合吃我们的益生菌 可以调 调节免疫力 提升免疫力 这是真的 对 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的作用是 如果你在吃抗生素期间 吃我们的益生菌 我们的益生菌会被杀死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提升免疫力 因为你就是因为感染 才吃抗生素 所以我们的乳酸菌 可以提升你免疫力 帮助抗生素的作用 这是第一点 它杀死也有效果 那再来就是 你抗生素停药之后 停药之后 你的肠道变成是 净空的 就被杀死了 那我们的乳酸菌 要快速的去重新重建 就很像革命之后 你要去重新重建这个区域 所以让肠道更健康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因为坏菌 它大概像我们实验室 都会做一些 好菌坏菌的研究 如果你坏菌的话 它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 复制一次 乳酸菌是大概30分钟 到一小时复制一次 所以变成是 你如果不去吃益生菌的时候 坏菌会长得比好菌还要快 OK好 李教授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聊一下 我们的CMU995 这个益生菌 你这个发现出来的菌种 到底是有什么样好的一个功能 可以让我们的肠道更健康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10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琦 董志森 江明清 尤淑慧 郝隆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10点 重磅初级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 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 早报新闻 李雅园 十二点 午餐新闻 黄力凤 十八点 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新闻11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国外学员 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 中国医药大学 CMU995 医生巨人发明人 林文心教授 来跟我们一块分享 哇什么样的菌种 可以让我们的肠道 更健康 那我非常好奇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面 就看到就说 这个林教授 你有发现 发明这样的一个 发现这样的 很厉害的菌种 叫CMU995 名词上 刚刚有跟我们讲 就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关 然后995呢 就是救救我 那听说这个 发现的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有一个 很感人的故事 这个其实我在学校 做医生巨人研究 我已经投入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对啊 我在中国医药大学 待了大概14年左右 其实我那时候 在待的时候 我女儿现在12岁 其实是我女儿 那时候她有 还在妈妈肚子的时候 她有严重的肾水肿 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就已经有肾水肿 两颗肾脏 就是胎儿就有肾水肿 然后那时候 其实是有医生 我记得有两个医师 建议我们拿掉 那可是 可是你结婚了吗 还没结婚 但是这个小宝贝 当然是希望可以健康的 因为像我们念到博士 其实都是很老 才结婚生小孩 那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孩 那当然那时候 后来 后来我们 我决定把他生下 因为这个小 我当初就想说 这个小孩子会选中我们 不然会变成这样 当然这是一个基因的 可能变异 那我们想说 他这个小孩子来我们这里 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救他 那后来就是 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然后就把他生下来 再找小儿科医师来开刀 后来我们生下来之后 小孩子很辛苦 就是他是 他是催生的 因为他肾脏水肿 太厉害了 医生都把输尿管 看成像肠子一样 然后生下来之后 我就快点要去找开刀 没有人敢开 因为他又早产 又小肢 然后又太严重了 因为两个肾脏都水肿 所以后来就 反正就是抗生素 就一直打 因为他有泌尿道感染了 因为肾脏水肿 尤其是女生的话 很容易细菌会丧行 跑到肾脏去 会衰竭就死亡 那后来我们就找找找 有一个医师就说 因为本来都是吃抗生素 后来有一个医师是说 我跟他说 一直吃抗生素 小孩子应该会很不好 又出生婴儿 都夹到母乳里面去 然后他就说 不然你试试看益生菌 我那时候才恍然明白 哎呀我自己实验室 在做益生菌 我就把这一支 有筛选到一支 他肠道吸附力很强 还有对泌尿道上皮细胞 吸附力很强的菌种 我就开始离心 把他量产 给我的女儿吃 我觉得那时候就用胃的 胃母乳这样 就直接实验下去了 所以全世界第一个 吃这支菌的是我女儿 后来我女儿 他就没有再泌尿道感染 都保护得很好 我女儿现在国小 六年纪了 很健康 很健康 肌肉也很扎实 所以教授这样子 我们这样听起来 其实等于是说 这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歧视 其实你如果先天的体质 并不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靠 后天的方式 来做一些改善 那怎么样改善呢 你在肠道的 这个菌种方面 你做一个 像我们刚刚前面 一直讲的 这个大军压境 什么样一个优质的军队 能进到你的肠道当中 能去做一个改善 那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 那这个肠道 我们刚刚听到说 就连这个泌尿 这个系统 这个东西 也都有帮助 那这个肠道 跟我们比如说 像是免疫力 还有我刚刚提到 比如说过敏 比如说我 比如早上会打疼体 也是有关的吗 有有有 其实我们 所以我刚刚 把它结论一下 就是CM1999 其实是可以抗感染 它可以抗密压道感染 看肠道的感染 抗油门感菌 就是很多人会 会胃疡 甚至胃癌的 油门感菌 我们最主要 做的实验是 抗这些油门感菌 还有抗一些 沙凡斯菌 大肠感菌 所以我们拿到很多 国家专利 我们拿到十个国家专利 包括日本 这种生物科技比我们先进的 美国 韩国 韩国也跟我们是很竞争的 我们拿到世界专利 拿了很多 所以这个是 这些先进国家 对我们台湾 研发出来 菌种的肯定 那你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这个过敏 或是这个免疫力低下的 有些人不是常常会长这种 什么带状泡疹之类的 其实如果口角容易有一些 泡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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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破 其实那个都是身体太低下 免疫力低下 所以像这种 吃益生菌 对这一类的人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过敏 其实我们台湾 过敏体质的小朋友 越来越严重 大人也是 我们大概有将近八成的人 都在过敏 那为什么 医生菌可以调过敏体质呢 其实我们肠道 我们一个人体 你知道有多少免疫细胞 集中在我们肠道吗 有多少 七成 很多 在肠道 肠道就让我们 互相这一段而已 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军竟然集结在肠道 集中七成 所以意思是说 这意味着 我们很多过敏体质 或者是自体免疫攻击 有些人自体免疫攻击的人 很辛苦 他可能 这个 比如说硬皮 疾病啊 或者是关节炎啊 关节炎啊 关节炎啊 或者是红帆性蓝仓啊 或者是溃疡性大肠炎 他会出血的 是 等等这些自体免疫攻击 都 可能都是由肠道 坏菌太多所引发 那过敏的人 当然是 过敏是遗传 对 这是不同的疾病 过敏是一种遗传 嗯 那现在有研究发现说 包括我们研究 我们找到一支很特殊的菌 那这支菌呢 它进到肠道之后 它可以开始调那过敏体质 是 它可以透过肠道一个叫派尔式腺体 它可以去调控 来调解我们的体细胞 是 让我们的过敏就会平成回来 所以这个速度很快 有的人很快 但有的人需要时间比较长 因为每个人体质真的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个益生菌真的是蛮厉害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比如说像是泌尿系统 那或者是说你这个免疫系统低下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过敏 这个抑菌都很有机会 可以帮忙改善你的体质 那还有呢 这个我们常常看这个广告 这个忽然这个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也跟益生菌有关吗 这个我跟你讲 其实很多 因为我们学校 中国医药大学 我们有肤色医院 我们是医学中心 是 所以很多医生 因为我的实验室也有医生 很多医生 他们问题解决不了 是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逆流 其实他们没有办法 很好的解决 或者是胃脏器 对 或者是便秘腹泻 其实肠胃 我们肠胃科很强 可是很多病人 这方面都只能靠药物 一直有点像是控制 控制控制 对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逆流 其实像我们也有开发一个 就是可以 因为其实就是CMG9 它可以让肠道蠕动变好 让蠕动变 蠕动变好的时候 其实你就腹腔的压力就不会太大 就不容易逆流 原来是改善了一个压力的大小 通常都是你大吃大喝 喝很多水 或者是你抽烟 喝酒 这些 这个情况你就很容易逆流 对 那如果你是 我都很爱吃自己 我都吃蔬菜水 我吃很多 那你为什么还逆流呢 就是你的肠道里面的气体积太多 对 因为气体哪里来 都是坏菌产生 对 乳酸菌是属于不产气的细菌 那像大肠杆菌 优萌杆菌 产气胶母酸菌 这些坏菌 都是我们产气菌 也是让我们大便很臭 甚至有一些人 讲话会有 口臭 口气的味道 口气不好 像这些都是很多 都是从肠道坏菌呼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 透过CM1995 就可以让肠道的菌向逆转 就好菌变多 那些坏菌就会被抑制下来 对 好人变多 坏人就变少 对 那也让你排便比较顺畅 速便也排出去的时候 这时候肠道就慢慢改善 逆流就会开始降低 对 就是这个肠道呢 跟这个胃的当中的一个腹腔的压力 如果呢 这个气体产生的少 其实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那他的压力变小之后呢 进来就不会有这个 卫士道逆流的状况 所以主持人很厉害 他一下子就融会贯通 其实我们的嘴巴到肛门 就像一个马桶 对 一个水管 它是一个连通管 你吃进来的东西 你结果你肚子胀住 肠道胀住 胀气 或者是便秘 胀住 这种人就很容易得到逆流 对 或者是便秘 甚至容易得到大肠癌 因为 其实大便很毒啊 是 大便里面充满了坏菌 坏菌就产生很多毒素 对 所以呢 这就会累积到你的 他这些素变一直接触肠壁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的肠壁细胞产生癌病变 所以就会有息肉产生 最后产生一级 这个一期的癌症 二期这样一直下去 所以益生菌 可以预防 癌症的原理就在这里 它让肠道变得很像干净 毒素变少 坏菌变少 了解 那我们最近 其实也常常会听到一个名词 叫做肠肉症 这个肠肉症到底是什么 那跟我们医生菌也有关系吗 其实我在 这个肠道医学会的时候 我提出这个 我的研究跟肠肉症有关的时候 那很多医师都很惊讶 说肠肉症 因为这肠道症在台湾本来是很少讲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师 知道有肠肉症的存在 其实肠肉症就是 你顾名实义就是肠道漏了 但是它不是一个破洞 也没有流血 它漏了是肠道的通透性打开的 我们的肠道本来是很紧密的 就像一个万里长城的一个屏障 但是呢 你如果肠道坏菌太多 或者是喝酒 抽烟 就会让我们的肠道渗透也要改变 肠道改变的时候 包括坏菌太多的时候 它会改变 就很像你的万里长城被打出一个洞 被打出一个洞 这时候呢 肠腔里面的毒素 就会穿越 跑进去血液 跑进去肝脏 跑进去肾脏 跑进你的脑 所以到脑就失智症 到肾就肾容易发炎 肾衰竭 所以我们的益生菌 对那些肾病不好的人 也真的很有帮助 对肝脏不好的人 也很有帮助 对所有血液 进化你的血液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肠肉症就是 毒素从肠道 跑到体内了 那这很危险 所以久而久之 你的全身就开始发炎 各个器官都开始生病 那个教授 我们也想问说 这个益生菌啊 那有没有什么 有人是不适合吃的 比如说有些孕妇 孕妇是不是适合吃的吗 或者是说 跟大家报告 其实很多产品 厂商他们为了成本的降低 他会加入一些蟹药 比如说氧化酶 或者加入一些 宣称酵素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那个红番花就不行了 对 有一些他会加入番蟹液 阿婆乐萃取物 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蟹药 那像这种使用上 还有以前还有芦荟素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看这些原料 哇 他有的肠道都会变得更烂 他虽然现在让你排便了 但是你的肠道是变烂了 是不是有益处的 变得不好 所以还是 唯有益生菌对肠道是最 最有益 最健康的 所以呢 像孕妇呢 如果 别的益生菌我不敢讲 但是吃我们的益生菌 我们的就是连癌症病患 那种 就岌岌可危的 都默奇的 都可以吃 好 还有硬化 干硬化的人都可以吃 意思是说 我们 其实我们的益生菌做的很安全 我们不加香料 不加那些 阿里阿渣的东西 大家都怕说 如果你有额外添加一些 不好的东西 对 我没有 我添加 就是纯天然 对 我的很天然 因为我们的东西 跟一般不一样 我们主要是给病人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的更安全 所以我们连出生婴儿 第一天你都可以吃 所以孕妇也可以吃 那我讲一个比较 比较就是 有一些人比较说 就是比较说笑的 那吃素的人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 其实吃素的人 理论上 肠道是要比较健康的 那比吃 爱吃热的人还要健康 所以呢 其实吃素的人 如果你还有一些脏气的现象的话 或是肠道不良 或是你只是要保养的话 其实都很适合 就是那个细菌进去 其实是在你的肠道里面还活着 没有杀生 因为我在药学系 我在中文医药大学 所以我们 对那个菌的保护跟包买 做的很好 就像糖衣定一样 我们 但当然我们不是用糖衣定 我们是用特殊的包买 就是把它包买起来 所以我们的菌会安全 百分之百通过肠道 到我们的肠道存活 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系统 好 那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们还是要帮我们很多听众来发问 就是说 到底哪一些人 是适合吃这个益生菌的 那如果呢 还有一些 大家可能 如果还有更多这个问题 都可以呢 打我们这个 中广的一个客服专线 02-2500-5566 02-2500-5566 大家或者是也可以上我们脸书 中广活动专区来查询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那最后再剩下一点点时间 除了大家拨打我们02-2500-5566 的电话之外呢 那跟我们在最后一些 林教授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再介绍一下说 到底这个 有没有什么吃东西 有没有哪一些 疑难杂症都可以来吃我们 这个益生菌改善呢 我们时间比较短暂 其实我那边 常常民众都会来问我问题 甚至会跑来学校问我问题 好像有人吃了 可以改善睡眠啊 对 或什么的 改善精神 改善睡眠 不过我们最主要的是 对于这种 像这种癌症病患啊 或者是过敏体质的 或是肠道不良的 便秘腹泻的人 我们这些 是一个 这个是 算是大家口碑很好的 大家 就是都会 很信任我们 那可以上网 去搜寻中国医药大学 益生菌 也可以找到我们 中国医药大学 好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中国医药大学 CMU995 益生菌的发明人 我们林文心教授 跟我们来这边分享哦 那么呢 如果再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刚才已经 重复很多次哦 我们的中网客服专线 都可以来询问 02-2500-5566 02-2500-5566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也非常的快哦 就是我们的 新闻11呢 到这边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么多的健康之讯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 林文心教授 谢谢教授来到现场 谢谢大家 好 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 我们今天要来点播一首歌曲呢 这首歌呢 是这个新野原 为什么要点新野原的歌呢 因为新野原的老婆 新原杰一也是冲神人 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冲神人 他们这个导演业节 就是要推广他们的 这个流球与乡土教育 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来播放了 这一首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他们两个杰原日剧的主题曲 新原杰一跟这个新野原 我们最后来听这首 Coy Lian 那明天同一时间呢 继续来到我们的新闻11的现场 我是郭大圈 祝你有一个美满幸福的一天 请观看 请观看